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节目的一开始喜欢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有任何问题跟建议也欢迎大家在声明留言 今天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现在的国际行情 昨天大家晚上看到美股又崩了 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五美股已经先崩一次 结果昨天晚上怎么又忽然又崩掉了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让人太意外 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 而且我们还要提醒接下来有一场完美风暴即将来到 首先我们一样先看国际股市 大家可以看到昨天连最强的稻穷都跌了1.9% 那大家要知道其实美股跟台股的联动关系是非常强的 昨天台股夜盘没有跌很多 但那个之后要还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稻穷跌1.9% 结果你看标普500纳斯达克都跌了2%以上 废半直接跌3.7% 而且这个是昨天而已 大家不要忘记上礼拜五的时候 纳斯达克已经先跌2% 废半呢 废半也跌了2.8% 废半跌了2.8% 所以你可以发现怎么样 废半两天就跌掉6.5% 然后呢 纳斯达克两天跌到4.5% 这个指数要是换算在台股上面的话 代表台股两天修正将近1000点 这个跌幅可不可怕 蛮可怕的 也呼应了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一直告诉大家的 一旦情绪出现 转折风险出现 这个修正的速度会非常快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美股跌的这么凶的 这么快的情况之下 短线上面容易出现反弹 这个一样我们后面来讲 首先看一下纳斯达克的日线图 大家会发现 其实在纳斯达克 我们前面原本跟你讲说 月初就要出现修正了 但是后来整个美国CPI出来以后 又被续命 有没有 满血复活多走了一段反弹 反弹时间被延续了 可是你看到 他反弹时间延续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有没有 多走了这一段 下来只花了多久 只花了不到四个交易日 真正出现明显修正的是这两个交易日 他在短短两个交易日里面 直接把纳斯达克拉回到什么时候 拉回到8月初 我们提醒大家要留意风险的那个时候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因为CPI低于预期 大涨的这一段 在两天之内全部都被抹掉了 一场空 没事 那么你看非常半导体 废半这两天跌幅也是更凶 他直接把时间拉到了7月底 一样啊 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今天8月23号嘛 那你说距离7月底 大概就是将近一个月 最少也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短短的几天里面 他直接帮你把时间退到三个礼拜之前 所以你爽了三个礼拜 两天就没了 又是一场空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你不要在风险下面 火车快要来的时候 你不要等到火车真的快撞上你的手 你才选择跳开 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过了 不要在铁轨上面减金币的故事嘛 当火车开过来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不会被撞到 为什么 你觉得你会被撞到 你早就跳开啦 你一定是觉得你不会被撞到 你才会留着嘛 那如果想想看哦 如果今天你是做废半的 你在两天之前这里 你还持续持有空多单嘛 对不对 你觉得火车不会撞到你 这两个交易日 两天直接把你拉回三个礼拜之前 火车有没有撞到 我跟你讲 一定有非常多人做废半 美国的投资人 这两天是完全没有卖股的 一定有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不会被撞到 但实际上面被撞到的人非常的多 因为这个反转下丘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回过来投来看一下台股 台股今天预估成交量 居然不到1700亿 今天台股又跌了将近一度 跌了150点 昨天跌160 今天跌150 两天直接修正300点 台股从7月底 我们提醒大家留意风险 好我们8月开始往上走 那个时候大概台股在万五 台股在万五 你说在万五这段里面 他一路往上走 走到了15400点 多走了450点左右 那你说这450点 这两个交易日直接跌掉300点 快不快 你爽两个礼拜两天就跌掉300点 那再加上今天成交量又缩掉 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不会是好事 大家想一下 就为什么成交量会缩 代表没有人想要交易 为什么今天股价指数跌了 就没有人想交易 因为会怕 如果你不怕的话 你就买股票了 对不对 因为会怕 而且你还在观望 你在想说台股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容易出现反弹 所以你又不舍不得卖 你又不想买新的股票 成交量就缩下来了 但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好事 好不好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台股在这边会一波下去吗 我认为几率相对比较小 比较有可能的 我认为还会再测一次高点 红色这条线的走法 有没有 先测一次高点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其实一段行情的转折 通常不会是非常快的 大家看一下前波这波低点 有没有 他一样先杀低了以后 看起来要反弹了 再测一次低点才往上拉 所以台股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惯性 因此我认为 手上目前如果有多单 可能还小套牢的 或是这几天买的股票 或许在短线上面 还有机会反弹 那如果有弹上去的话 建议大家都可以 先把资金收回手上 但是后面那一波的修正 我认为都会出现 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际的状况 美元指数在昨天晚上 又在拉 而且即将涨破新高 已经来到了将近109 毕竟前波高点 那美元指数强代表什么 代表资金往美国跑 根据我过去的研究 资金只要往美国跑 新兴市场都不会太好过 新兴市场指的是什么 像是台湾 像是中国 香港 东南亚 为什么 因为钱被抽走了 钱被抽走了 那股市很自然而然 就会有下跌的压力 所以美元指数这么强 对于新兴市场来讲 一样不是好事 这个是完美风暴的 其中一个因素 再来我们还要看一下 美债的殖利率 美债殖利率在最新 又是一路往上拉 昨天我们录影的时候 跟大家讲 美债殖利率是2.98% 不到3% 昨天晚上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了3.04% 代表昨天晚上美国的股市跟汇市是两个一起下跌的 一起下跌 一起下跌 那美债殖利率大于3%代表什么 我昨天说过了 当今天这个债券殖利率 通常美债被当成是无风险资产嘛 那你今天如果能够没有风险的赚到3%的报酬率 你干嘛要去股市里面 这边涨涨跌跌 还有可能赔钱 然后跟人家一样赚3%的报酬率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殖利率往上跑 代表债券比较有吸引力 所以你会想要把股市里面的钱移到债券 完蛋资金又从股市流出 所以这对股市来讲 一样会有压力 特别是美国的科技股 那如果美国的科技股像是NASDAQ 废半都因为殖利率持续走洋 遭受压力的话 我跟你讲台股也不会太好过了 你不太可能美股在这边一直跌 台股一直涨 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出现 所以美股出现压力 美国还有经济衰退的问题 因此对于台股的话 都会是未来的风险 那么昨天台湾的经济部 还公布了一项数据 就是外销订单 新闻标题告诉你 意外 意外 我们的外销订单居然低于预期 但其实这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 7月份的外销订单 外销订单是公司营收的领先指标 外销订单不好的话 接下来两个月的公司的营收 通常都不会太好看 昨天公布出来 居然年增率是负的 月增率也是负的 年减月减 而且啊 为什么我说不意外 因为其实我们在6月份的数据 外销订单领先营收 有没有什么数据是领先外销订单的 有啊 动向指标 我们在看6月的动向指标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7月份的外销订单表现不会太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7月份的动向指标 我直接告诉你8月份的外销订单 可能也不太好 一样月减年减 所以啊 明明7、8、9月 三个月是台湾的传统旺季 有没有可能出现旺季不旺 有可能 旺季不旺的状况 就会反映在公司的营收 所以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自己手上持股的公司营收 有没有掉下来 甚至在第三季的财报公布 那是很后面的事情 都有可能成为未爆弹 那么大家看一下细项的部分 我们除了电子产品以外 其他的这些大项目 全部都是一面倒 特别是光学器材年减直接37%之多 光学器材像什么 大力光嘛 所以大力光昨天股价跌了将近6% 今天还在跌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状况不太好 下游的库存水位积得太多了 这些库存要去化需要时间 所以我认为外销订单依然有压力 那外销订单又是领先指标 所以台股在这边 容不容易面对修正 容易嘛 这些东西都是逻辑 不是猜测 那么从动向指标来看 刚刚讲了 这个是这个月的动向指标 你会发现动向指标都低于50 低于50代表什么 动向指标是0到100 低于50代表厂商认为 下个月的接单金额 会比这个月来的更低 你看所有的大的类别 哪一个大于50 没有嘛 所以代表每一个产业的厂商 都告诉你说下个月的接单金额 会比这个月来的更低 会比这个月来的更低 所以下个月的外销订单 大家不需要太过于期待 这个数据已经 偷偷告诉我们了 那他偷偷告诉我 我再偷偷告诉你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经济数据 还有非常多的报告 跟风险事件 一直在台面上面 那我说过了 这些风险没有不见 只是还没出现 所以我们会在群组里面 不断的提醒大家 哪些风险需要留意 台股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转折 还有哪些东西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 分享在我们的Telegram上面 如果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都可以进来看看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